如果我希望把它全部抓下來的話 接下來我勢必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是讓這個indage page等於多少的數字 能夠每一次都變動 變動的同時也要順便變動這個 所以我們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是這一個 目前我把它還原好了 本來是AE,這個indage page等於1 接下來的話如何解決呢 我們也是分兩階段好了 我先解決第一個問題 再解決第二個問題 我們也不要野心那麼大 一次要同意解決兩個 OK 所以首先的話 我就把這個sub的名稱改一下 本來叫大樂透下載 因為我要把它改成1到74 它是p次的 p次的話就是不是單一個 等於多個 所以我在這個名稱上面改一下 叫p次 大樂透下載好了 OK 前面加一個名稱好了 有別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修改什麼呢 修改這個 1到74 對不對 所以請你在這個sub的下方 按一個enter 然後再打一個tab鍵 下一階 就是在這個sub裡面做什麼事呢 我寫個回圈 這個回圈的話 恐怕大家可能要慢慢把它規則記下 一般說i i是個變數 等於1 控一格到74 有點像打一個英文敘述 只是說這個英文敘述裡面 摻雜有一些程式的觀念 再enter兩下打一個nest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fornest裡面就是 你要在這個程式中間 就是做i的值的變化 所以你勢必要把這個with到endwith這一段 放到這個fornest裡面讓它去跑 所以哦 接下來的話 你就再把with到endwith這一段程式 把它移動到fornest中間 那一般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讓這個程式在某個回圈裡面執行的話 通常在選取按個tab鍵 主要這個tab鍵的作用就是說 讓它縮排一下 表示說呢 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的 OK 不過啦 VBA裡面不tab 它好像也可以run 不過我是覺得你養成好習慣 盡量縮排一下 不縮排可以跑啦 但是不縮排看起來真的很累 因為你頭尾看 你就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寫Python的話 一定要縮排 因為Python的縮排 是程式規則的一部分 OK VBA不是哦 VBA的話是習慣問題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養成好習慣 不管你寫任何程式 那都會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我們這個地方呢 就是再把這個回圈的I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變數嘛 把它放到這個indage page 等於多少的位置 那如果放進來的話哦 其實我前面有講過 它其實就是等於 插入一個變數在一個字串當中 所以哦 字串嘛 這個文字是頭尾在這邊 那我要把它放進來 你不能直接放個I 你說老師 那我是把這邊改成I 如果你改成I是I的字 而不是I的變數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串在中間的話 我是建議你剛才記個口訣好了 這個口訣就是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那個變數的名稱I嘛 然後呢 最後呢 再加上and的前後加空白就可以了 因為and實際上 在程式裡面有點像 英語的那個意思啦 英語的話字跟字中間要空白 所以這個and是and的縮寫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我這一串文字 再去串一個變數之後 再去串尾巴的 那你說老師這個I裡面是一個數字 那為什麼它跟文字可以串 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數字 遇到and的符號的話 它一律會轉換成文字 所以它這個I裡面本來是1對不對 假設1對不對 那因為遇到and之後 它自動會變成前後雙引號 然後再把這個1 放到這一串文字的中間 所以就會變成indage page等於1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好那ok之後的話 當然我現在如果執行 理論上是ok的 我是建議你乾脆在這上面 再打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 把舊資料先清空 舊資料怎麼清空呢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打一個sales sales指的就是這個工作表 所有的儲存可 有點像這樣的意思 這樣子就全選 然後要把它清掉的話 就加一個點clear clear的話就清除 ok 那意思就是說呢 先幫我把舊的資料先清空之後 再去下載 1到74頁 那當然啦 我清掉之後重新下載 我剛有做過啦 如果你現在下載會不會成功 其實會成功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 它會一直把第一頁擠到右邊 然後第二頁擠到右邊 所以最後的結果看到 應該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看一下 應該都下載了 ok 有沒有 它會變成說 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右邊這個地方是74 這個地方會變73 這個地方會變72 它其實全部都下載了 只是排列的方式 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那你說老師這樣也ok啊 我到時候再寫個程式 讓它排也ok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好像要重新讓它排正確 取得我要的號碼 好像有點難 ok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換個方式 就剛剛講的 再來解決第二個問題 這個變數 有沒有 1 所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這個1的這個位置 增加一個變數 然後那個變數呢 它的特性是怎麼樣 就是當它第一次的時候是1 然後它之後的話呢 一直讓它往下 有點類似上個禮拜那個k的概念 好嗎 k等於1 所以哦 這裡其實也可以類似 把這個加一個k吧 k等於1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其實可以把這個1 delete掉 串到右邊去 and k就可以了 ok 不過特別注意 這個and k 因為1已經是最右邊了 它的右邊沒有了 所以其實你and k 只要and k就好了 右邊不用嘛 就把它串在右邊 好 那可是問題哦 如果k等於1啊 它永遠都是1 所以呢 你必須要讓它怎麼樣 當它 已經下載一頁之後 那個k的值怎麼樣 k等於 k要加上多少 你說那個加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我把這個先清掉 我們剛剛好像下載的時候 好像下載第一頁 我把 假設你不知道 這邊設個中斷點 跑一下 可以加上 我先隨便輸入92 輸入一個數字 那如果說我假設不知道的話 我這邊先設個停止 這個是程式停在這邊 它目前應該是 i等於1嘛 然後把它砍錯向下 砍錯向下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它剛好停在 我要它停的位置 的上一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應該是 把停止的位置 把它加1之後 就會剛好是 它應該停的位置 所以還記得吧 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有一種寫法很重要 就是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 我現在這一列 這一欄 A欄的最下面 到底它的這個資料 是在哪一列的位置的話 還記得吧 Ctrl向下 Ctrl向下 那這個好像有個寫法 我可以知道說 到底這個數字是多少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那個你可以看一下 前面好像不知道哪一次上課 那如果我要把它寫成 追蹤的寫法的話 那第一個 我就把游標先跟它講 幫我把游標停在A1 向下追蹤的話 就點END AND 有沒有 然後前括弧 向下的話就XL DOWN 有沒有 前括弧嘛 然後你選方向 那AND XL DOWN 就是Ctrl向下 那我怎麼知道 它目前的 這個91的數字 怎麼取得 你可以用點落 點落的話就是取得 它目前列的這個數字的資料 的數字是多少 就是透過這個屬性 就可以知道 這個數字是多少 OK 有沒有 一隻手拿著一個資料 其實這個資料 就是指的是這個數字是多少 所以如果假設 你把這個寫出來的話 他得到的就會是91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寫法我常寫 而且蠻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很好用 因為這樣的話 你會很快的追蹤到 目前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那可是問題 將來我要放的是不是91 不是 我要放的應該是下一個吧 如果91他會把它蓋掉 所以變成你就是怎麼樣 把它再加1不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K就誕生了 OK 這樣應該是最簡單的寫法 當然 如果其他人寫 應該也不一定寫這樣 因為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個人習慣寫這樣 OK 那你說有沒有別的寫法 絕對有 OK 好 那所以 這樣應該程式就OK了 K就產生了 好 那這個就可以讓他run一下 所以 當然後面我這邊中斷點 還是停一下 這個所謂的中斷點 就是讓他跑的時候 不要跑太快 可以在這邊停一下 OK 再停 再讓他跑 然後他跑 第二頁看看 所以 如果你要讓他下一行的話 就是F8 F8 有沒有 K K現在等多少 你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可以足行跑完之後 讓他跑過之後 你再把你的滑鼠游標 放在K的變數上方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 K現在變多少了 有沒有 這樣除錯我覺得還滿方便的 有的時候程式你不會寫 沒關係 你可以先停一下 然後再慢慢去推敲 答案就有了 92嘛 對不對 那如果K等於92的話 這個時候 I等於多少 I就讓他在NASER 有沒有 NASER 他就會變成2了 OK 所以再來的話 他就是 有沒有 I這個時候應該等於2了 然後就抓第二頁 當他refresh的時候 他就會抓資料 而且會抓到哪裡 有沒有發現 92的地方了 OK 那第三頁在哪裡 Ctrl向下 第三頁應該放在182加1嘛 所以呢 一樣的道理 我讓他怎麼樣 往下一個 K現在 會不會等於183 應該會啦 可以183 對 沒錯嘛 所以以時類推的 底下都一樣了 那我就 讓程式全部跑完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就不需要讓程式繼續停下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中斷點 點掉就好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希望 尤其是回圈 回圈跑太快了 你根本 老师傅根本不知道到底做什麼 他就完成了 所以我希望程式可不可以停一下 可以 你就在 你希望停的 他的 程式的最 記得哦 是最左邊 這個線的 左邊的地方 點一下 那如果你要取消掉的話 你可以再點他一下 OK 這是簡單的除錯技巧 OK 執行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他就一直轉轉轉轉轉轉 大概不到一分鐘 不到幾秒鐘的時間 就可以把全部的資料 通通抓取下來了 那總total的話呢 檢錯向下一下 應該是6698啦 OK 但是問題還沒結束 你說老師 這資料都下來了 但問題好像有一些資料 其實是不需要的 像這個都多兩列 這個不要的 這應該不用啦 反正我就主要是這個 跟這個就好了 那你說日期要不要完整 其實日期我覺得暫時不... 因為我們現在還不需要日期完整 反正我們就是主要是 想要知道 哪個號碼出現次數最多就好了 所以理論上 這一A欄的話 其實這兩列應該是不用了 所以有沒有什麼快速的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這些都去掉 然後呢 再來 不過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他這個六個號碼有沒有 他目前是把它放同一個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很抱歉也不行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開 那要怎麼分開呢 其實你可以通過什麼 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的話就可以把它剖開來 告訴他說 我資料跟資料中間呢 他有個逗點 OK 所以啦 這個等於第一步我們已經跨出去了 可以把其實 四個 配取的資料抓下來的 所以把它改成... 在這裡 OK 所以其實這邊改成P4 所以這邊我剛剛是改了 第一個名稱改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邊改成I 那第三個的話呢 我把它改成K 如果我原來叫R啦 不過沒差 這個名稱改一下 我也許這個通通把它改成一樣 好了 我這邊把它改成K 所以如果你這邊改K 全部都改K啦 OK 好 那K的話呢 等於向下追蹤 從A1向下追蹤 得到的位置加1就OK了 但是還要解決幾個問題 三個問題 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 再把後面的問題解決 那就可以 統計出 大樂透 歷年來哪些號碼出現的機率是... 次數是最多的 OK